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的禾會議 早晨! 各位, 因為有部分立法會議員在1月3日晚 與一名初步確診新冠肺炎人士出席同一現回事件 所以我現在向大家講講我所掌握的資料和立法會的安排 行政長官昨日肯也和我溝通 他表示會對所有曾經到場的官員嚴肅跟進 包括逐一去詢問他們當晚的到場時間和離場時間等等 我作為立法會主席也都非常重視今次的事件 據我自己已經知道的資料 當晚是有19位議員出席過這個宴會 我已經逐一去聯絡我所知道出席的議員 提醒他們 無論有否接觸初步確診者 都必須和衛生防護中心合作 以及盡快做檢測 在證實檢測結果是呈陰性之前 不要返回大樓或中信大廈的辦事處 我亦都要求相關的議員提醒他們的助理 都必須做檢測 據我所知 有些議員沒有去到當日的宴會 在這兩天都自己去做檢測 我了解目前是有四名議員需要進入足高灣 檢疫中心進行檢疫 包括陳仲利 邱達根 陸刊文 和鴻文 我相信全體議員都會配合 加強防疫的工作 我在日在未知識事件之前 其實已經和秘書處開會 要提醒議員和職員 在疫情裏面 要加強防疫的工作 知識事件之後 也是即時安排消毒立法會大樓 和中信大廈的議員 和中信大廈的工作 至於下星期三的會議 我們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 再去做決定 我現時目標都是如期進行會議 大家都知道下星期三 是第七屆立法會的首次會議 亦都是行政長官的答問大會 這個是公開 而是重要的公開互動平台 議員可以代表市民向特首 提出一些大家都關注的問題 包括在疫情下 對各行各業的影響 以及如何處理等等 現在大家可以提問題 我也想問一下 鄭楠靖佑 我也對那群出席官員 有說過失望 以及覺得他們要為自己負責 你怎樣評價他們的行為 在疫情期間這麼嚴重 都會出席這些大延的活動 以及看到照片 都會脫砌口罩 在拍照 另外作為立法會主席 你自己會不會負責呢 剛才說到暫時都想 繼續大會舉行 但立法會和我們談的時候 有沒有表達過 可能下星期三個分數要推遲的事 第一件事 議員自己的行為是需要自己負責的 議員的行為也是受到公眾的監察 所以議員在這裏 吳太昨天幫我通電話 只是說他對官員是嚴格的 希望我去怎樣處理議員 我也是用同一標準 亦都提醒所有議員 如果衛生防護中心給你電話 要坦誠 講得出來 有一兩位議員是摘戒的 我說很簡單 你要照直 講了給衛生防護中心聽 然後由衛生防護中心決定 你需要不需要檢疫 那你昨天知道有兩位 就是和這位初步確診者 是同一時間 很長時間 在這裏的 有兩位 一個就說 見到15秒而已 一個呢 就是說 我都是 幾分鐘就走了 所以都是叫他坦誠的 事實上 衛生防護中心決定 這四位都要進入竹高灣 那就是議員聽到我的 勸語 是真的配合這個做法 所以議員 怎樣做呢 他們要知道 我經常說 我們在金魚 在金魚江裏面 所作所為 都會被公眾去監察的 是 是 我是有19人的名單 可以的 是 楊鵝行 郭靈麗 陳佩良 陳佩良 陳家佩 郭佩帆 楊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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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律師事實有Roanteiling規則領域etus於表示支撐著公司制度制領域 即施行於俄勢規則准是否和他部份上能夠主抑上台香港是否責任 以及我的權力混淆了 第一,兩位我聯絡到的,我知道的資訊未必是準確的 鴻文說她是9點40分離開的 但是離開不離開呢?她又有證據 講到給衛生防護中心才行的 另外一位就是陳重來,她說她見到她15秒而已 OK,也是因為聽到我勸喻坦誠去衛生防護中心 衛生防護中心不如你進去吧,這兩個 議事規則給主席的權力就是 如果議員在會議當中行為極不檢點 這樣才可以啟動一個機制 所以議員自己在外面做的事都是自己負責的 剛才你也想問一下,立法會常委會會否訂購誌 或者罰得禁止議員出的非必要非公務大型聚會呢? 另外,立法會常委屈消毒清潔,會否叫涉事議員支付相關的清潔費呢? 最後一條我們只是去清潔去消毒 是為了保障所有在大樓裏面的工作者,包括你們的傳媒 所以這個是我們行管會日常需要防疫的工作 你第一條是甚麼? 第一條是立法會行政會會不會訂購指引 行管會只是一個行政管理委員會 是提供服務給議員的 行管會不是議員的老闆 議員 我再講一下,他做些甚麼事 是要自己向公眾去負責 行管會是沒有權 做他老闆或扣他人工等等的事 所以這個大家都要明白 議員去做些事 是一定要向公眾負責 所謂的負責是否可以辭職呢? 你怎樣評價他們的行為? 即是連議員都不可以以身作則 還有第二條是想問回 前日大概5號 你和大約有20位的議員去過深圳 就見過夏寶錄 想問當中有沒有人都出席過 這個生日晚的 以及你有沒有受過邀請 都出席和慧密的生日宴呢? 我是沒有受過任何邀請 所以我就是無緣去出席這件事 第二件事是有一位議員 去過3號晚這個生日宴會 是出席在5號見到夏寶錄主席的會面 但是我們4號所有議員 出席夏寶錄主席的會面都做過檢測 5號我們上去的時候都做了兩次檢測 一次就是進去的檢測 其實是同時做的 兩個都在關口做的 一個就是如果沒有陰性的 是不會接到夏寶錄主席就不會見我們的 所以那位議員根據所有檢測都是negative的 那位議員是哪位? 何君耀議員 剛才說林太也大話說 說他也想你嚴肅跟順 不是 林太說她會嚴肅跟順 那就通知我 我亦都會跟特首是同一條尺度 我是逐個逐個議員打電話問他 亦都要叫他你是幾點鐘走 有沒有證明 他們個個都說有證明 但我都叫衛生防護中心 你和我證明沒用 是衛生防護中心要你證明 你說我七點半走 人家防護中心問你有什麼證據 你是否會有個安心出行 或者是你有人證 或者有特別的證明 所以這個都是 都是要衛生防護中心接受你的證明 這樣才不需要去入這個 這個築高灣 除了跟他們坦誠和CHD合作之外 會否看到裡面有些什麼 違反防疫條例的時候 你都會有些跟進行動 我想違反防疫的措施 這個都是要政府去跟進的 好的,謝謝